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 我是蔡立真 继续跟大家介绍教会历史的专题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 初代三个核心信仰中的第三个救恩论 也是第三面照妖经 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救恩 答案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 救恩论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 那么人如何得救呢 答案是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 圣经所讲的什么叫做罪 圣经所讲的罪 跟我们一般中国的文化 所讲的罪是很不一样的 圣经所讲的罪 主要有五个层面 第一个 罪原来的意识是 没有射中目标 射歪了 没有射到中心点 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是一百分 如果你考九十九分 你还是罪 上帝的标准 我们只要缺了一点点 就是罪 和合本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翻译成为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好像满月一样 你缺了一点点 就是罪 天主教的四高圣经 把它翻译成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失掉了天主的荣光 只要失掉一点点 只要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是完全 有谁是完全呢 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 人人都是罪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罪 圣经所启示的罪 罪的中心目标 中心的思想就是 不相信上帝就是罪 亚当夏娃 不相信神的警告 不相信上帝的命令 他们宁愿相信蛇 那个发音很像 神跟蛇 人宁愿相信蛇的试探 而不相信上帝的警告 成为一切罪的来源 所以罪的中心就是 不相信上帝 那有谁一生下来 就认识上帝 相信上帝呢 没有 所以其实他也就是说 人人都是罪人 好 第三个 第三个也是很震撼人心的 说原罪 根据一般的文化 包括中国的文化 包括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说 做错事的人 犯罪的人才是罪人 做好事的人 是义人 可是圣经把它反过来 圣经不是看我们的表现 不是看我们的行为 圣经是以人的地位 来定我们的表现 因为你是罪人 所以你才会犯罪 那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义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行属灵的善事 圣经讲原罪 讲得最清楚的是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由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然后接着是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我们有罪性 所以我们人才会犯罪 这是原罪 或者是罪性 圣经讲罪性的时候 讲得很生动 他是控制我们去行恶的力量 不能不去行 明知不应该行 可是还是去做 那是一股 你没有办法胜过的力量 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哥哥该隐杀掉了弟弟亚伯 上帝就故意对该隐说 你弟弟在哪里呢 那么该隐就说 我岂是看管我弟弟的 上帝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为什么要变了脸色呢 有话好好说嘛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怨啊 你若行不好 罪就浮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这里说得很生动 罪就浮在你们家的门口 罪好像一头野兽 他随时四肌要吞吃你 那你怎么样要制服 要对付罪呢 他这里用了两个动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这个恋慕跟制服 跟上帝咒诅人类的两个动词 是一样的 女人要恋慕男人 男人要挟制女人 那个动词是一样的 罪一生都在缠着我们 我们人要想办法 摆脱他 要控制他 这就是罪性 他控制我们去行恶 立志行善 有得我 只是行出来 有不得我 罪性最好的定义 就是不能不犯罪 好可怕 保罗 新约的保罗 把罪人 把那个罪 把他人格化 把那个罪讲得 好像是一个人 罗马书第七章十一节说 罪趁着机会 借着诫命 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罪会杀人 罪好像凶手一样 保罗把他拟人化了 罪一生跟着我们 我们要想办法 摆脱他 制服他 好 第四个圣经所启示的 罪的含义是 内心不解就是罪 当我在讲这些 罪的定义的时候 各位观众也不妨 想一想 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层面里面 有没有这些意思 有没有这些层面的定义 第四个是耶稣所提出来的 耶稣的登山宝训 有讲到说 若是你看见妇女 就动了淫念 你就犯了奸淫的罪 那很可怕 大家天下所有的男人 都曾经犯过这样的罪 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 市面上黄色的画面这么多 黄色的杂志这么多 你不小心看到 那一定会就有不好的邪念 耶稣说 你不用真的跟女人上床 你只要动了淫念 你就犯了奸淫的罪 好 耶稣在登山宝训又说 你如果恨你的弟兄 你就等于犯杀人的罪 我想他也把天下所有的女人 都一网打尽 哪一个女人没有恨过人呢 你不用真的拿刀子 捅人一刀 你只要心里恨你的弟兄 不肯原谅 那曾经得罪你的人 你就等于犯了杀人的罪 耶稣那个登山宝训 是超高标准 律法的标准 已经很难达到了 耶稣又给我们一个 更高的标准 耶稣的登山宝训 其实是要让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 可以达到上帝超高的标准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只有耶稣是完全的 内心不解就是罪 这是相当阵容起魁的启示 罗马书里面有讲到 贪婪嫉妒 这些都是内心不解 我记得有一首圣诗说 我没有罪 杀人放火 我不会 通常我们中国人想到罪 就是杀人放火 这个外表的行为 坐肩犯科 偶尔说谎溜溜嘴 天下乌鸦一般黑 那我们就认为说谎 那些才算是罪 圣经也有讲到 这些表现出来的行为 罪行或者是恶行 罗马书第一章的后面 后半部 讲到很多很生动的 各样的罪行 好 那么我们先来给罪 圣经的罪 下一个结论 那么根据奥古斯丁所说的 罪 罪就好像一个人 被转向神 然后面对世界 好 那么根据神学家 马丁路德说 罪使一个人扭曲 然后人渐渐以自我为中心 背对着神 面对世界 这是罪 以自我为中心 也是罪 我很喜欢马丁路德的定义 以自我为中心 人要把上帝赶下宝座 人自己要坐上那个宝座 人要以自己作为 是非善恶的标准 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要人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吗 因为上帝要人以他的诫命 以他的话语 作为我们道德 是非善恶的标准 但是人不要 亚当不要 亚当他吃了分别是非善恶的果子 意思是说 人要以自己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人不屑上帝做标准 这是罪的由来 罪不仅是消极的缺乏上帝原先的良善公义圣洁 而且罪是积极的作恶 圣经所启示的罪 它不是哲学性的问题 年轻的时候的奥古斯丁 他也想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解释罪 他说上帝是纯纯有 pure being 那么罪是相反 罪是non being 不存在的 上帝是完全的良善 那不存在那个良善就是罪 可是后来奥古斯丁 他放弃了这种哲学性的解释 他回到圣经里面罪的定义 罪也不是教育性的问题 中国人喜欢用孟母三千来 这个例子来作为教育的一个根据 给小孩子好环境好榜样 小孩子就会学好 给小孩子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榜样 他就学坏 但是圣经所说的罪 不是教育性的问题 圣经所说的罪 也不仅是伦理性的问题 不只是道德行为的问题 圣经所说的罪 当然也不是心理学的问题 圣经所说的罪 不是哲学性 不是教育性 也不是伦理性 心理学的问题 而是神学性的问题 什么叫做神学性的问题呢 所谓神学性的问题是 他关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是讲到人类救恩的问题 亚当犯罪的最大的结果是 人不再寻找上帝 人不再可目救恩 这是我们救恩论 第一个要面对的课题 救恩论的第二个课题是 那么人怎么得救呢 因信称义 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所启示的 称义的内容 有四个内容 称义其实是一个司法的名词 称义在罗马书启示的很清楚 第一个他讲的是 在上帝面前地位的转变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在上帝面前 不是在人的面前你的表现 而是在上帝面前 马丁路德很喜欢讲那个成语 Koram Deo 拉丁文 他的意思是说 在上帝面前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是地位的转变 他不是你真正实质行为的改变 当然你信主以后 行为会渐渐的修正 会渐渐的变好 但是圣经所讲的称义 是地位立刻的转变 上帝的宣告 那瞬间的转变 我举两处的经文 一处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 上帝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原是叫人知罪 称义的反面就是定罪 就是知罪 好 格林多后书三章第九节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定罪是律法的执事 而称义是福音的工作 那么这里做一个对比 称义的反面就是定罪 就是知罪 而且这些都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宣告 称义是地位的转变 第二个它的含义是 称义人是被动的 上帝是主动的 我们是因着信被称为义 英文就很清楚 We are justified 我们是被动的被称为义 上帝主动 好 第三个是归算的义 imputation 归算的义 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说 做功得功价不算恩典 唯有不做功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不是你真的是好人 不是你真的配为义 而是上帝算你为义 就好像你跟人家下棋 你的棋意很差 对方他不想再耗时间跟你下棋 他是说算了算了 这一场算你赢 不是你真的赢 而是他算赢归算的义 好 第四个称义的含义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是公义的 而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就好像来到上帝面前 披上了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 不是我们本身是上帝的儿女 我有想到一个例证 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 有机会到农场去参观 我们就看到有一头母羊 他在喂奶 很多小羊在吸奶 就看到这群小羊里面有一只小羊 他披着一个羊皮 那我问农场的主人 他说因为那头小羊 他的妈妈死了 所以没有母羊喂他的奶 所以我们就把这只小羊带到 刚刚生了一窝小羊的母羊面前 可是母羊知道那不是他的小孩 他不肯喂奶 农场的人都知道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把那一头刚刚生了小羊的母羊 他生了很多的小羊 其中有一头小羊死了 他们就把那个小羊的皮扒下来 然后劈在那个死掉妈妈的小羊身上 然后把他带到母羊的旁边去吸奶 那母羊他聪明 是有点聪明的 他可以闻味道 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现在他闻到了自己小孩子的羊皮 他就以为那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就接纳了那头小羊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是如此 不是我们配称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乃是披上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 当上帝闻到了耶稣基督新乡的继位的时候 他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不是我们本身是义人 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救赎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结论 我们给称义下一个结论 救恩是上帝单方主动所完成的工作 人一点功劳都没有 人唯一的举动就是我们被动的来到上帝面前 接受上帝所为我们完成的礼物 好 那么神学家根据刚才我所说的罪的定义 称义的定义 他们给救恩论下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等一下我要讲的救恩论 四个重点的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人已经完全败坏 人已经完全堕落 这个英文称为total depravity 这一句话也是有一点这个违言耸听 这个很耸人的 那么total depravity 并不是说人没有行善的能力 所谓人已经完全败坏 完全堕落 完全无能为力 主要是在讲神学的问题 各位观众 我现在所讲的重点 都是在神学的架构之下 他不是伦理的问题 他不是哲学的问题 他也不是教育或是心理的问题 他是有关于神学的问题 有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有关于人救恩的问题 total depravity 意思是说 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 已经无能为力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去寻找上帝 人不能够行属灵的善事 那是属灵 属灵界的人没有办法不犯罪 那么至于人在道德伦理上 还是有一些行善的能力 那么诗篇 或者是在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耶稣说 你们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 我们也可以去关怀别人 可以去照顾孤儿寡妇 我们也可以去救济穷人 这些所有人都有一点这样行善的能力 但是当圣经说 人已经完全败坏堕落的时候 他是在指我们寻找上帝的事情上 已经没有能力了 连一个人也没有寻找上帝的 这是保罗他引用了诗篇 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 他引用了诗篇 他说就如经上所说的 罗马书第三章 第十到十一节 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一个也没有 这个一人并不是指救济 做好人好事 那个好人 这里所讲的一人是 明白上帝 寻求上帝的人 圣经说 一个也没有 你相信吗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 也是如此说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没有一个例外 人类好像是一团土 亚当夏娃犯罪 已经代替我们所有的人堕落了 人在寻找上帝 可目救恩的事情上 已经无能为力 完全败坏 完全堕落 好 以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记得以前在美国 布道会的时候 最后讲员呼召绝制的时候 会说 各位朋友 你如果今天听了我的讲道 你愿意相信耶稣 请你举手 我为你祷告 然后归一会儿 他给听众一些时间 他就说再说几句话 他说 各位朋友 你不要再犹豫了 不要再迟疑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 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掌管明天 你们现在很危险了 我是把救生圈丢给各位 如果你决志 你愿意举起你的手 就好像你抓住了救生圈 你就会得到救恩 我为你祷告 那事实上这些 鼓励人家决志的话 是有一点神学上的瑕疵 因为根据刚才我所念的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这些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 他们不是在水中快要被溺毙了 他们不是很危险 圣经说他们已经死了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很危险 如果一个人肯承认他是罪人的话 其实他离救恩已经很靠近了 他已经快要跨过那个门槛了 通常人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肯承认他需要救恩 这是我们救恩论的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重点 人已经完全败坏 完全堕落 无能为力 因此他引进的是第二个重点 我现在介绍的四个重点 也是环环相扣 由第一个引进的第二个重点 既然人无能为力 完全败坏 那么除非是上帝主动的施恩 上帝主动的来寻找我们 好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 耶稣又说六章六十五节 耶稣又说 我们先看四十四节好了 四十四节第六章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 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不是你主动去寻找耶稣 也不是你自己跑到教会 而是上帝先吸引你 我曾经听过有一些见证说 他可能是因为恋爱失恋了 或者是因为联考失败了 心里很不准 他跑到教会去 然后当天有布道会 他就决志了 所以他很幸运 是他自己跑到教会的 他很试货 他第一次听到布道会 他就决志了 有没有搞错 这个其实圣经说是上帝主动吸引人 不是人来寻找上帝 好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 是上帝吸引人 是上帝的恩典在先 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有人来到教会几十年 都还是混水摸鱼 都还没有接受耶稣 所以不是人这边的主动 而是上帝的主动 好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是主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不是我们能够去寻找 我们能够去接受 而是圣灵先感动我们 所以救恩论的第二个重点是 上帝主动的施恩 因此要接着下一次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要点是 人就完全被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介绍救恩论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 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